今天是双溪区上林里的银法共餐 大约有近50位长者共享盛举 值得一提的是 上林共餐的志工约有10位 平均年纪在70岁以上 年纪最大的还有90以上的长辈 但是行动力依然十足 在厨房里忙进忙出 再已经是需要别人服务的年纪 却还能付出自己的心力 来服务里内长者 真的很不容易 很快乐啊 有事情做啊 对啊 菜单的房子啊 对啊 都做什么 在这厨房做什么 炒菜的 炒菜的 那菜单自己设计吗 菜单是阿姨设计的 我就有这种 有效的人力都在外面工作 那我们长者六七十岁的 来服务更好的长者 我想这样子的这个理念 还有这样的出于 呃 内心的一个 所散发出来 对长者的一个照顾的心情 大家都和乐融融 都很愿意 来照顾我们这些长者 我们甚至有将近90岁的 今天也都来了 当地长表示 社区的居民 大多是上了年纪的阿公阿嬷 青壮年多在外地工作 因此志工们的年纪也偏大 还有九群以上的阿嬷 也是来厨房协助共餐 而且志工们各个身经百战 都有多年的外汇经验 因此共餐也办得有声有色 我当警察世界有的 没有的 都有的 我们在这里 今天我在这里 上年国秀 我以前在上年国秀 只有30多年 所以共餐是我们政府 所推动的一个很好 关心长者的一个取积的一个状况 还有身体的状况 透过我们共餐 了解他们近期里面身体的状况 以及平常需求 我们政府来 最快速的来协助 其中一位 今年已经91岁的阿嬷 依然很有活力的 在共餐现场忙进忙出 他也说 以前在学校 累积许多储工经验 所以现在要准备 多人份餐点不是问题 虽然年事已高 但只要能付出自己一己之力 就觉得很满足 解成为双溪采访报道